都不要争了 全球的最长寿的饮食方案已经评出来了 而且这次的评选是每一个国家 每个人群 亚洲人 黑人 白人 黄人等等等等 全部覆盖 总结他们这些饮食当中的各种的优点 共同点 评选出来一个最长寿的饮食方案 公式 法则 现在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它是什么 首先每天两份蔬菜 一到两份水果 一份是多少呀 一份就是一个拳头 做好了的蔬菜 一个拳头的大小 每餐一到两份全穀物杂豆食品 全穀物杂豆 记住啊 不是精致的碳水 每一顿饭都是一到两个拳头的粗粮 粗粮是什么 粗粮包括全穀物杂豆 也包括南瓜 玉米 也包括地瓜 紫薯 土豆 但是它不包括大白米饭 白粥 甚至是各种各样的杂粮粥 也不包括全麦面包 那个都是虚假的全穀物 再一个 每餐一勺橄榄油 当然是放在你的菜当中 一勺到两勺橄榄油 每天一到两份的坚果和种子 种子是什么 比如说奇牙籽 亚麻籽 甚至我们说石油当中 它也有种子 对吧 每天两份的卤制品 卤制品 就是牛奶奶酪之类的 每周要吃两次以上的鱼类 贝类 就是我也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但是它就是这样平出来的 每周不超过一份的白肉 早于一个掌心的红肉 我觉得大家可能快接受不了了 后面更有接受不了的 以及加工的肉类 比如说火腿肠 烟熏火腿 还有各种各样挡着这些 养生名义的一些腌制的肉类 最后每天会有1500毫升 到2000毫升的水 甚至是每天晚上小酌一杯 哎呀 我觉得大家可以客观地去看待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是强人所难 也不一定非得卡着 当然以上这些呢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并没有护士大家的意思 没有推动大家 一定要这样做的意思 无限接近即可 总的来说呢 越来越缺效于 是吧 素实化 好 大家 下午好 今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 叫做跟着肠道的直觉走 什么肠道的直觉 什么叫直觉 其实你吃的这个东西饿和不饿 有一种叫直觉 有一种叫感觉 什么叫直觉 我们跟大家讲过 当我们剔除了所有的调味料的时候 这个东西 它不经过任何的调味 它就是一个苹果 你能吃多少 这个东西带给你的叫直觉 但是你吃完这个东西之后 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感觉上是不满足 觉得我吃了个苹果 我吃不饿了 但是我觉着亏待我自己了 不行 我怎么这么难受 我得找两块饼干吃 我得找两点我甜的东西吃 这就是所谓的跟着感觉在走 那么直觉 我们看这句话怎么讲的 跟着肠道的直觉走 肠道的直觉 拥有人大脑之外的第二大神经系统 但是它对大脑是没有控制力的 就是人类的嘴是被大脑控制 但是呢 人类的肠道是能够给我们的嘴释放一些信号 但是这个信号你可以不听它 大家能理解了吧 人是有两套系统 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那个伙伴 上午吃了一个非常纯净的蒸菜 今天中午他就吃了一个黄瓜 我问他饿吗 不饿 困吗 不困 累吗 不累 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身体对食物的一个自然识别 但是大家有些时候是什么呢 不听从于我们身体的一个识别状态 那么特别喜欢干什么呢 特别喜欢让自己多吃 很多人是故意会让自己多吃 那么一会儿一口饼干 你比如说我现在 我现在是不饿的状态 我如果不是能够读懂这个状态 知道我当下是正常的 我现在如果去楼下买个三明治吃 你听起来你吃的是三明治 好 你把三明治里边的酱都去掉 你入口的时候是什么 面包的感觉 口感 是什么 番茄的口感 是生菜的口感 如果说是鸡蛋三明治 那是鸡蛋的口感 这个食物 对于你来讲 依然是什么直觉 他还谈不到满足和感觉 你缺的是什么 你缺的是三明治里边的那一口酱 这就是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个知识 认知 调料 对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害 什么叫直觉 直觉是动物的一种本能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猫喜欢洗澡吗 猫不喜欢 狗喜欢洗澡吗 狗其实也不喜欢 但是狗被人驯化之后 为了拿到一口吃的 它会主动的去取悦主人 但是猫 人类没有对它完成驯化 所以我们在动物园 我们在这个马戏团当中 有各种的驯狗的动作 驯狗熊的动作 但是人们还驯服不了猫 让猫听人的话 去做一些动作还不现实 所以猫被认为是一个高冷的动物 所以说猫不喜欢洗澡 猫只喜欢输毛 这个是它的一个直觉本能 它发现你这个动作 它喜欢 它就会躺在你身边 让你给它输 但是你把它放水里放 猫就会讨厌 所以很多洗澡的时候 会要给猫干什么 把猫的耳朵包起来 让它的粘膜部位 接触不到水 尽量给它营造一个 更适应的感受 所以猫是一个强硬机动物 所以外围环境稍有改变 对于猫都可能是致命的 所以说来我们看这样一句话 肠道中的微生物 对于婴儿的脑和神经发育 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 婴儿啊 这里边说的不是幼儿 是婴儿 孩子从出生那一天开始 就要大量的补充什么 大量的补充医生菌 这个是对孩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根据肠道里面神经元跟连接速度 那么就会发现猫是一个机敏的 自我的等等等等 所以通过我们下面的这样的一段话 大家再看一下 大脑和肠道通过复杂的信号 调控我们的生理功能 还会影响情绪 所以就是我们所讲的很多人会出现 一换地方一去旅游会出现便秘 会出现腹泻 人一旦遇到了紧张 遇到了高考之前 马上就会出现什么 吃不下饭 人一旦出现了失恋 也会吃不下饭 所以说肠胃道很多时候 会导致我们大脑神经和情绪的一个密切相关 好我们看看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研究 因为蒂姆教授呢 他的研究对象是针对一些双胞胎 这个研究结果对于我们很有启发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总是会用基因啊 会用环境啊 去解释一些问题 你看这是一对双胞胎 一个抑郁 一个情绪乐观 发现他们血液当中的血清素水平 有所下降 就是当你的血清素不够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了一个抑郁的状态 而我们看这个结论 这种物质主要来源于食物 在断食的情况之下 由肠道微生物生成 大家看到没有 断食 在这里边就告诉我们的一句话 我今天在公众账号上写了一篇文章 专门做断食研究的专家 和十几个大学生一起去做测试 他走了一个来回 要接近于100公里的道路 两天时间 每天48公里 他只喝矿泉水 而那些运动员 那些大学生 带着丰富的营养补济 结果 在劳累之后 这些大学生 这些运动员出现了呕吐和悬晕 等等诸多症状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公众账号的这篇文章 人类本来来讲 是可以接受长期性的断食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壁骨 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方式 我们跟大家讲过骆驼可以多少 可以10天不吃草 20天不喝水 这是骆驼的一个特性 所以说骆驼在极端情况之下 可以接近于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他靠他的肝脏的储备的维生素矿物质 那么背上所背的脂肪来给自己功能 那么为什么当代人的断食就觉得非常难受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吃的很少 我中午就是一小碗汤 因为我早上菜吃的够多了 我中午就是一小碗汤 一个全大的这种杂粮饭 我们那位伙伴早上起来吃了个蒸菜 中午就吃个黄瓜 但是他不饿 为什么 为什么你吃了这么多还饿 其实在这里边就暴露一个观点 断食 其实我们一天不吃饭没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肝脏当中储备着大量的身体的维生素 就像我们那位伙伴 今天是第一次做纯净生活餐 那么蒸了个菜吃 加了点发酵的醋和好醋好酱油 吃了之后 他迅速就会感觉到细胞得到了大量的营养物质 在这个时候 他会主动给你释放一个信号 我们中午不需要吃了 早上这一餐就够了 其实断食是个自然而然的反应 不是你们所想的我要饿着自己 你饿着自己为什么会难受 因为你前两天吃的是垃圾食物 你的肝脏里边没有储备够足够的营养 在6月15号 我们就会带领伙伴们去尝试 让大家感受到什么 晚上我们只吃健康食物 只吃很少的食物 因为中午我们是自助餐 对于这个酒店的自助餐 我们是有所了解的 我们会摆个牌子 这是我们的推荐食物 这是不推荐食物 引导我们伙伴通过早上中午晚上的自助餐 尽量去吃我们推荐食物 晚上吃我们的定制食物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你是吃的很少 又完全不够 就会发现 断食和微断食和轻断食 是个非常容易完成的 好 我们看看下面是怎么说的 肠道微生物的存在 能改变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营养素的结果 影响情绪 这就是为什么吃的少人会特别的开心 好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目前至少知道16种特殊的叫做 肠激素的信号 由肠道释放入血 并将信号传递给大脑调控食欲 那么这些激素是收到基因和饮食的精密调控 一旦受到压力 大脑会通过情绪作为媒介 引导我们肠道的功能 好 这里句话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中国人说过 酒入欢肠和酒入愁肠 同样是一个食物 酒 欢肠是什么 欢乐情况之下的肠道反应 愁是什么 发愁焦虑情况下的肠道反应 这句话就表明了 同一个食物在不同的情绪之下 对肠道的影响带来的激素情况的反应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看看这句话是怎么写的 肠道激素水平的改变会带来恶性循环 导致我们的菌群紊乱 所以说很多时候肠道激素并不是完全发挥作用 所以说想要调养我们的身体 就会让我们的食物和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肠道 大家握手言欢 达成一致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个饮食状态之后 我自己的血糖指标 好 我是5月29号 今天然后我们15点13点55分 直播之前给大家做了个测试 你看我的两次的血压结果 有点灯光的影子 但是也是75 115这样的水平 心率60左右 好我们再看我的血糖指标 能看清吗 6.9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饮食状态之下 我的血糖是非常的稳定 参考血糖不到7 那么你们看我的血压 永远是个75到115这个水平 那么我们的血压自身是一个稳定状态 血糖也是稳定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的神经 我们的情绪 会在食物的引导之下 在肠道的一个稳定的环境之下 达到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结果 好 当我们理解了这样的一些内容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大家看到没有 免疫细胞 我从来不生病 从来没有过炎症 从来没有过呼吸道感染的诸多问题 大家看到没有 免疫细胞 调节性T细胞 充当大脑和肠道之间的使者 那么肠疫机综合症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情绪 因为紧张 导致的肠道疾病 那么没有 你去医院查抑郁 焦虑 烦躁 失眠 都没有任何的治疗方法 因为在你的身上查不出任何的气质病变 那么肠疫机综合症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看看这个案例挺有意思的 萨利 他是什么呢 二十多年来永远的感觉是什么 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 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比如说一说去面试了 然后要不就拉肚子 要不就便秘 就不能遇到任何的事情 或者说遭遇到一些打击之后 比如说上次女儿被袭击了 紧 然后导致心情紧张 你比如说有一些小伙伴 开个会 可能去办点什么事 都容易心情紧张 其实这都是因为自己的 肠疫机综合症 可能带来一个结果 好 你会发现 他做了各种检查 排除了一些什么呢 恶性的病变 他的小时候有一个问题 我们看看这句话 他不知道 人们会每天上厕所 有时候隔三个星期 再去一次 导致日常的时候 就会发现 有些时候会每天去五六次 等等等等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1989年 得了一次什么呢 沙门市菌的感染 然后慢慢慢慢的 姐姐的问题呀 男朋友的问题呀 等等等等 诸多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 他发现了一个结果 我承认 我吃的不太健康 白面包吃的太多 麦当劳也去的太勤 而且他一吃汉堡 就会肚子疼 不吃一生菌 也不喝牛奶 也就是说 在他心理上 对于一生菌的一种恐惧 这就像你们 很多我们的国人一样 你们家里边 特别喜欢用八四消毒 孩子一回来 就要让孩子用八四洗手 刚刚中午 我让助理尝了一下我的汤 他用的是我的勺 我都会先给他用 我再用这个勺 我不会去洗的 我不会像你们一样 别人用过的这个勺子 恨不得把这勺子用酒精 泡的三天三夜 就像我跟大家讲过 这样一句话 我家里做酸奶的那个罐子 我是永远都不刷的 我家里做泡菜的那个罐子 我是永远都不刷的 因为我喜欢细菌 而你们很多人是不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怪癖 只要这个食物长点毛了 接触过空气了 就怕 看到就希望自己天天吃的是无菌食物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认知的不同 你们家里边每天喷着酒精 来个快递也要喷酒精 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要拿八四消毒 天天把消毒挂在嘴上的人 你们会一身的疾病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 我们看这里面 这个撒利的状况 他86公斤超重 对吗 而且减肥无效 把他的饮食健康状况 这就像你们一样 归纳为慢性压力和常年的失业 这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把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找一个出口 就像我们现在在说脱发 很多都哎呀 我是焦虑 我是压力 就你做那点工作 挣那点钱 有什么压力 但是呢 很多人就不爱听这种话 其实全世界的人都这样子 因为我们看到过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看看实际的结果是什么 拿他的肠道微生物 和正常对照的一千个女性情况对比 发现他的体内的泥杆菌 种类比正常人少 不动杆菌的数量 是正常人的七倍 那么也就是说 他自己的肠道菌群 跟正常人的皮肤菌群是一样的 所以说 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知道了 什么所谓的压力呀 所谓的抑郁呀 所谓的肠疫机综合症啊 更多的是你们食物当中 没有吃到天然的食物 当你吃到天然的食物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对他有一个良好的识别 他会给你释放出来很多的愉悦神经 就像我每天在忙碌的工作 每天在健身 感受不到疲劳 感受不到劳累 睡眠会很好 就是我的肠道 他吃的都是天然食物 不断的给我的身体释放愉悦的神经 让我开心 让我快乐 不断的给我释放血清素 他让我开心 让我快乐 其实压力本身是可以通过食物去调整的 我们讲过 半夜工作 持续出差 各种会议 每天的奔波 是什么刘强东啊 马化腾啊 这些人他们避免不了的 他们唯一能管住的就是我吃什么 把这一点我们先把它管理好 好 我们看看下面是怎么怎么讲的 50年前的医生 很少将肠疫综合症 肠疫综合症当作一种疾病去对待 现在我们有10%的人会出现这个情况 一遇到问题 那么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症状是什么 便秘和腹瘾交替出现 毫无规律可言 我们的便秘我们的腹瘾就是一个什么叫便秘 该排便的时候 你的肠道炎症出现了一个对系 对于神经系统指挥失灵 他不指挥你去排便 他不把这个该排便的信号释放给你 那么腹瘾不该排便的时候 他释放了信号 导致了你的肠道功能有紊乱 所以叫肠疫机综合症 好 我们在这里面发现 都只是发现一个问题 所有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种类太少 我的肠道里面有1120种微生物 这个数字很好记 因为恰好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的肠道里面有1120种 大家因为从来不查 你们查过之后 就可以看看 在你们的生活习惯之下 你们的肠道微生物 到底有多少种 好 我们看看这里面 抗生素治疗肯定是没有用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 40多项使用一生菌来治人的发现 一生菌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肠肉 半数患者出现了肠壁通透性的改变 我们的肠壁太薄 我们的肠壁的黏膜液不够 肠壁一生菌不够 等等的综合情况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按照以前是不知道 先出现的肠漏 还是先出现的微生物减少 现在的结论是 先出现的微生物减少 慢慢慢慢的导致我们的一些应激食物 接触在我们的肠黏膜上 那么微生物减少 意味着我们肠环境的改变 肠环境的改变 意味着我们上皮细胞的输了 好 这里面来我们看看 在这里面做了一些研究 就会得到一个结论 情绪和进食密切相关 那么还有一个引发 很多时候压力会导致体重减轻 或者引发暴食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失恋之后会暴瘦 有一些人失恋之后会狂吃 这都是人类对于压力的一种应激方式 我们看到过吧 失恋的时候抱着汉堡包 光光光在那吃 能吃很多很多超过正常人 也有些人会出现了狂瘦的一个状态 好这里面大家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 如果把小老鼠做了改变 那么你只要这种无菌的小老鼠 恢复到了正常情况之下 就恢复了小老鼠胆小的本性 所以说肠道菌群是控制情绪的基础 当我们学了这样的一些知识之后 就会对人类的食物的重要性有所了解 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过 你们购买的超市食物的特点是什么吗 满足了你们的心理需求 无菌 但是这个无菌的东西到了你的肠道以后 它也是没有办法让细菌繁殖的 慢慢慢慢的你们的肠道都进入到了一种无菌性的肠道 所以说劳累呀压力呀紧张啊等等的诸多问题都会出现 所以说出现了一个三十多岁四十来岁焦虑呀糊涂呀倦怠呀疲惫呀等等等等的诸多问题 而在我们这样的一些快六十岁人的身上 却是精力充沛呀反应敏捷呀思维清晰呀等等的诸多问题 好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里边谈到了 小时候 蒂姆教授有一次在游泳池和妈妈走散了 特别特别的害怕 那么就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现在回想起来看到了游泳池还害怕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句话了没有 如何舒缓紧张 在小鼠身上他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么与鼠妈妈分开后 小老鼠一圈一圈的游泳在紧张 那么当你给他 补充了一定的一生菌之后 就抵下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为什么会一定要身边带着一生菌 带着什么呢 我们的蛋白粉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对抗压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舒缓 对抗压力的重要舒缓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身边有开菲尔可以喝一杯开菲尔 如果没有开菲尔的时候 可以用一袋一生菌 或者用一些我们的蛋白粉 我刚刚跟大家讲过我们这次在6月15号的北军培训期间 我们会给大家吃什么 上午有人记住了没有 用我们的康普茶去调我们的蛋白粉 那么康普茶当中含有着非常丰富的乳酸杆菌植物乳杆 那么在我们的蛋白粉当中也是一个经发酵过的蛋白 如果再配合两代一生菌 大家就会发现学习紧张带来的这种竞争压力 你会很轻松很乐观的去面对它 所以我们这次6月15号来培训的伙伴也会跟着我们参与一个实验 我们会给大家发一生菌池 给大家发康普茶调蛋白粉 然后会给大家制造一些小组之间PK的竞争压力 让大家感受到你们在这次面对竞争压力的时候 情绪啊思维上的一个状态 大家回去就知道该如何给自己的身边的伙伴 给自己的客户 给自己的孩子调整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看看这里面 现在我们就会发现一生菌对人的情绪有正面的调节作用 你会发现一个研究设计的挺有意思的 服用一生菌四周后给他们看印有生气或者友好的照片 那么发现情绪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但是受试的反应变弱了 这就是情绪变得稳定了 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为什么很多南方人或者说很多高层级的人 没那么容易激动 你们就会发现 普通人很多时候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暴怒 但是你会发现一些所谓的贵族 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在面对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没有这么大的暴怒的可能 就是情绪会变得稳定 那么情绪稳定 对于一个事物的判断 就不容易被人家所撩起撩动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独立思考 这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相似的研究表明 服用一生菌一个月后 皮脂醇降低了 这就是很多自身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一定要知道 菌群还有什么呢 自身的一个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 曾经出现了一些冰淇淋也有这种功用的实验 结果发现这是哈根达斯公司设计的 就不能取信 所以说对于一个市场上所功用的认知结果 包括中国人该怎么洗头这个概念 其实是被保洁教育出来的 很多你们认知是错误的 这如何发现是真科学的实验 还是被厂商做的实验 比如说韩服牙膏 韩服牙膏这个实验 后来被取消掉了 我们的牙膏都不做韩服了 因为韩服牙膏这个实验结构 是保洁公司设计的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当今时代的信息当中 我们如何去判定 如何去选择 就会变得很重要 来我们看看 对于一些身体虚弱 微生物平衡被扰乱 还没有形成的人 其实啊 我们正常人 我们一直在说 正常人是不需要吃益生菌的 但是前提条件 你要正常饮食 我们人类有多少种获得益生菌的方式 吃开菲尔 当然是 超市的牛奶 不是 喝康普茶 当然是 你在外面喝的奶茶 不是 你喝的那种益生菌饮料 也不是 我们吃的蔬菜 加天然的醋 是益生菌 你吃的天然的酱油 是益生菌 但是你吃的未灭菌的奶酪 有益生菌 但是你们在外面买的 大多数抱有了这个名字的东西 它就不是 所以说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什么叫微生 为什么说人人都要补充益生菌 因为你们微生物的平衡 一定是被打乱的 因为你们在吃肉 所有的草原上养的肉 因为每一个牛群周围 方圆四里地之外 没有别的牛群 所以说在内蒙的话 有这样一句话叫 家有忘冠 带毛的不算 这些家伙出去之后 明年像在西藏也是 这个牧场的主人家里 有多少头毛牛 他都不知道 今年出去了 明年开春 能多多少 还是少多少 他也不知道 因为在荒郊当中 荒野当中 草原当中 他们是自由行走的 没人追着他们去打疫苗 没人追着他们去打抗生素 但是集中饲养的这些动物上 甚至你吃的每一条鱼 每一个虾的身上 都会有抗生素 不然他们凑在一起 活不了 这就是我们讲了很多次 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 大家看到没有 来 过去七十年中 酸奶公司一直用着少数的几个菌菌 那么这些我们先不管菌菌的事 我们看看 酸奶公司大力推广的低脂酸奶 含有浓缩果酱 乳化剂糖和甜味剂 这些会什么 会抑制我们的酸奶 会抑制我们的益生菌 那么天然的 含有大量益生菌的酸奶 我就告诉你们 在中国只能自己做 因为中国的酸奶要从一个工厂生产 向全国送 我们太大了 新加坡可以 新加坡只有七百万人口 他们生产的酸奶 今天夜里生产 早上八点钟就能遍布他的整个国家 因为他好小好小 但是我们的中国 每一个省 只有一到两个酸奶企业 我们不允许村里面生产 像大家以前吃的泡菜 每个村都可以做 吃的酱油 每个村都可以做 喝的酒 每个村都可以做 吃的醋 每个村都可以做 吃的没豆腐 每个村都可以做 在这样的一个供应环境之下 这是法国的环境 大家到了村里面 这个做奶 当然人家 中国是做豆腐 人家做奶酪 到我们这个村里的 这个奶酪坊边上 我就可以搁下来一小块 他们做的新鲜奶酪 吃到嘴里 这个是含有益生菌的 如果想象我们在村里边 张爷爷家是做酱油的 李爷爷家是做醋的 刘爷爷家是做豆腐乳的 那么我们在村子里边 就是今天张爷爷家打杯醋 明天李爷爷家 那个买点酱油 明天刘爷爷家 拿两块豆腐乳 这样的环境之下 才能保证我们吃到活菌 而现在我们在超市里边 购买的这个食物 它的保质期都要非常长 因为生产企业距离你600公里之外 600公里之外 在运输啊等等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定要把它做灭菌处理 不然他会无限度的发酵 所以说 在农村能够管住发酵环境的 这批老工人的技术 现在是不允许用 因为这帮老爷爷会发现 今天天气怎么样 来决定我这缸酱 我这缸酱油 我这缸醋 该做怎么处理 是降降温呢 是生生温呢 就像我们做酸奶一样 给大家看个视频 我们这样的一些 有一些认知跟技术的人 你看我们会怎么去做酸奶 好 你看 我们会把它放在烤箱里边 把烤箱调到30度的低温 烤盘上面放一点水 来掌控它的温度 你看我把门关上之后 你们看温度 你看关上温度 看到没有35度 那么不同的发酵环境 我们会利用身边的设备 对它进行调整 你们看这个问题 你们看 我家的这个酸汤上面 长了白菊 但是作为你们来讲 可能就会怕 这堆东西就不敢吃了 但是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酸汤 本来是要艳养发酵 但是它在表面 接触了一点空气 产生了一点杂菊 这些问题 就像我们所谓的 做我们的酱油的时候 上面发的那些煤一样 有经验的老师傅 知道怎么去处理它 知道这些菌 不会导致身体的什么问题 但是作为你们来讲 对于细菌是恐惧的 是恐慌的 看见做的这种发酵食物 你们根本已经不会做发酵了 看见有点颜色变化 第一反应是不敢吃 这就是被这个时代 所故意引导的 你们要去超市里边 买无菌食物 但是无菌食物 对你尝到的细菌 不是营养 所以你们出现了 吃的很多 花了很多钱 但是身体差 而我们吃的很少 看似吃的很脏 你能想到 我家里会有一个瓶子 带有这种菌吗 我跟我家阿姨 也作为的访谈 我从来不让他刷 我家的瓶子 这个视频可能你们也看到过 从来不让他刷我家的这些发酵器皿 在我家做酸奶的那个瓶子上 上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军斑 我都不让他去碰 而且很多在北京的伙伴 我做的酸奶是不加热的 是拿到了新鲜的奶直接做 我连烧开都不烧开 那天跟着我一起吃的伙伴 都喝到了我家的开菲尔 都吃到了我家的康普茶 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现异常和闹肚子 这就是对菌的真实认知跟理解 好 我们助理把这个视频找着 我们这样放能听到声音吗 好 我给大家看看 我跟我家阿姨挺有意思的一个对话 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 阿姨这酸奶罐你给我洗过没 再说 我没洗过 从来不洗吧 你看 当时这个生奶你也不敢吃吧 我不敢吃 前几天给他们吃的 这罐我从来不洗的 他们谁拉肚子呢 不都活得好好的 所以要 这叫真干净 不能眼睛看得一种假干净 好 你再看我这个 我跟我阿姨加一对这个 你知道我刚跟我家讲 我说你要是你妈妈做三菜 那个胖菜缸 你每年给你妈开水烫 给你妈杀菌 你妈第二年就得揍你了 本来好好的一个做酸菜 很好吃的一个老缸 被你哗哗一消毒 菌都死了 你妈年年是在无菌情况之下 做酸菜 那玩意就又难吃 又不健康 所以这种老的发酵锅 千万别洗 你没事给茅台酒窍里边 贴了个瓷砖 贵州守省长 得过来宰的你 可不能干那个事 能理解细菌的价值了不 真正的认知食物 真正的认知细菌 这也是纯净生活 带给大家的一个感受 好吧 我们今天就是书记先到这里 来看看大家的问题 谢谢大家的认知